856万块钱买一台国民精品代步车 我身边这台长安鲁米 也就是长安的鲁米 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今天在重庆车展场 就带大家来近距离体验一下这款车 目前这款车推出了三款配置 三个版本的配置几乎都相同 对那只是功率和电池续航能力的不同 可以看到它是48,900 53,900 63,900 有七种车身颜色和两种内饰颜色 它的车身长度3720 宽度1700 高度1545 整体看起来方方正正就像个小面包一样 它的轴距达到了1980 整体的轴长比达到了60.5 也算是比较好的水平 离地间隙150毫米 其实也不算特别低 看它这个大灯设计非常有意思 上面就像一个眼瞼 然后下方的像一个瞳孔 这个就看起来非常的穹具有神 蠢萌蠢萌很可爱的感觉 全系标配14寸的轮廓 胎宽165 其实这个尺寸不算小 悬浮式的车顶设计 隐藏式的门抹手 尾门打开之后 这台车的后备箱有104升 非常的小 只能硬个急 放几个背包之类 但是它的第二排座椅 可以实现无放倒 放倒之后 它的后备箱容积 就扩展到了580升 打开它的车门 我们过去看 它的座椅呢 有三手 可以很方便的实现放倒 而且你看最早可以翻成这样 像我正常的178的身高 头部空间还OK啊 一拳多 不错 其实进出还是算方便 还不错啊 头部空间有点惊喜啊 起码四指是有了 前面呢 虽然顶腿了 但是短头程度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台车的价格呢 虽然不算便宜 但是它三个型号 配置 这幅都是一模一样的 区别只在于 电池的容量和输出功率的不同 所以呢 坐进这台车 你看它整体的配置水平 其实还是蛮高的 比如说这个101秒 中间这块10.25升的 中国大屏 而且中国大屏呢 可以跟手机实现 比较深度的互联 你可以把手机投射到 这块大屏上之后 然后用语音来操作 手机上的APP 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这种人机交互的体验呢 这台车给的还是不错 当然它不能像一些 高阶一点的电动车 给到比较完善的 比如说开肩窗啊 比如说这种 很丰富的人机交互 那给不到 它只是给到一些 比较初级的体验 另外我想说一下 这台车的安全配置 它全系标配了 主腹的安全气囊 而且在车门的里面 还各放置了 一根一米长的钢梁 能够有效的提高 侧面碰撞的应对能力 另外说到安全性 还有一个点不得不提的 就是这台车 它的车程度虽然不大 但是它的前旋的长度 达到了644毫米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当你跟别人 发生追尾碰撞的时候 比较长的前旋 能够增加它的溃缩空间 它不像某些电动车 它把车头设计的很短 如果这种车 你一碰撞的话 基本上很容易就侵入到成员舱了 此外在这块表上 可以看到它的平均续航 是11.3度 那么这台版本呢 是210公里的续航 现在表显呢 还有155公里的纯电续航 这块中共大屏本身的功能 是比较单一的 需要和手机进行深度的绑并 整个UI啊 厘米度啊还是不错 下方呢 有无理按键 包括挡位旋钮 机械刹车 整体的内饰啊 我觉得谈不上有那么好 但是符合这个价位的一个档次啊 毕竟四五万块钱的车 你也不能说要求太高 另外这台车它全系标配 倒车雷达和倒真影像 啊 这个我觉得特别贴心 因为这个车 很多都是女性车主嘛 那么这台车48,900 5万3,900 6万3,900 这三个配置 该怎么选呢 那么三个价格对应的 首先是三种续航 分别是155公里 210公里和301公里 其次是电池容量 对应的是12.92度 17.65度和20.99度 都是零锁铁锂电池 那么最后是对应的三种功率输出 30千瓦 30千瓦和35千瓦 还有就是对应的三种不同的充电时间 对应的是7.5小时 9.8小时和9.5小时 那么三款车在主要的配置上是 没什么差别的 怎么选呢 完全就看你对动力和续航能力 以及自家充电条件的客观情况 如果你的充电条件不是很响的话 那就建议选高配 如果家里有固定充电档 可以做到每天一充的话 那么100多公里的其实也够了 155公里 CRTC续航打个折的话 100公里出头 其实一两天充一次电也够用了